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少爷 你要的东西到了 下去吧 是 可算是到了 憋死我了 冷掌柜 你不是让我来当冷家大小姐的吗 你见过哪家大小姐是大半夜 被用箱子抬进来的呀 之前给你看的注意事想看了没 那当然了 冷掌柜您尽管放心 我上京城第一导购黄子轩 是绝对不会忘记顾客的好恶的 好 那你现在姓甚名谁 我叫冷光宗 是冷家失踪十年的大小姐 幸得一位农夫相求 如今已年方十八 性格温柔敦厚 是不折不扣的大家闺秀 冷掌柜 您看咱什么时候把定金给付了呀 我 我有急用 一百两 这是另一半 关于我爹和我妹的喜好与禁忌 记住 家中的所有事情 你都无需插手 你唯一的任务就是 让我爹开心 以上事想 在面见我爹之前 必须挤牢 完全没问题 那我们什么时候见 半个月之后 明天 杀牢 我是黄子萱 原本是南楚边陲 御水县的一名杂草女孩 在上京以帮人带货为生 平日里没有什么爱好 除了爱钱 爹 女儿冷光宗拜见爹爹 嗯 这个黄子萱不按套路出败 在搞什么鬼 爹 你也不知道肿不肿 纵儿啊 我咋了我 哭 爹 女儿好想你 我的纵儿啊 爹也无时无刻不太想你啊 爹 爹 你还在喝药 不宜过于激动啊 纵儿回来了 我的病就全好了 纵儿 爹实在是太开心了 爹得让所有人都知道 打扮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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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今天凡凡大酌病 好 冷藻会新族新妹妹冷光宗回府大酌病 现在开始 好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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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亭林坊的街坊邻居 感谢大家长久 对我棱毛人 以及犬子的关照 今天 我有一件大喜的事情 要告诉大家 我失散多年的女儿 终于回来了 此乃大喜之事 亭林坊特此酬宾 来 大家都沾沾喜气 好 老爷 这亭林坊这吃香也太难看了吧 这点破事还大出编 无妨 让他们瞎折腾吧 后戏还在后头 咱们走着瞧 吃 好家伙 爹 妹妹出入府 还需找个嬷嬷交些规矩 不可辱莫冷门加封 逆子 怎么了宗儿 下招了吧 来坐坐坐 坐 吃 吃吃 你妹妹回府多日 你可曾送过她一样礼物 你可曾问过她在外漂泊多年 吃了哪些苦头 你不陪她 整天陪着那些小姐太太 一个大男人 没日没夜地扎在脂粉堆里 要我说呀 哼 辱莫冷家家风的人 是你 看来 也有人能想得住你冷掌柜 对 爹 其实哥哥也是为了祖宗家业嘛 爹爹不要生气 宗儿 你走丢的时候年纪尚小 咱们冷家世代为官 你爹爹我好歹是个正八品知识 为了冷家 你起码做到正七品大员吧 你看看你现在 你看看你现在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 你说说你 我应该怎么向咱们冷家的列祖列宗交代呀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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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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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哥哥的庭陵房我早有耳闻了 甚是兴盛的 连隔壁朱岩阁的老板都对他忌惮三分 俗话说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嘛 但是如果爹爹觉得哥哥应该走仕途的话 其实我也可以帮忙打理庭陵房的生意 帮哥哥忙嘛 对吧爹 甚好 黄子轩我和你说过 棱府的架势你不要插手 哥哥可以对妹妹这样吗 再这样了叫爹爹了 爹 你要是再敢理我爹 等等等等 不敢了不敢了 不敢了 两个人的时候就不要再装了 我装什么了 黄姑娘想必是观察已久了 竟知道庭陵房和朱岩阁之间的恩怨 冷掌柜 我看你是白天太闲了吧 晚上才想那么多 我可是上京城的金牌导购 如果连数一数二的美妆店之间的竞争 我都不知道的话 那才叫奇怪吧 黄姑娘若是说得如此诚恳 那冷暮便放心了 你干嘛 事成之后还你 我倒是 黄姑娘 你看 你 喜欢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姑娘你没事吧 好痛啊 腿都断了 为什么这个野丫头 会有妹妹的玉佩 你 你是那个 亭林房的棱掌柜吧 你这玉佩哪来的 你叫什么 我叫黄子萱 这个玉佩 我生下来就有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 偷盗冷家胭脂的独门秘方 你爹才有救 明白吗 按我说的做 按我说的做 听说了 怎么回事啊 少爷被打了 好像是小王爷 对啊怎么回事 他们被打起来了 他们被打起来了 小姐 小姐不好了 少爷有危险 帮我什么事啊 少爷打架了 打架打架 我这小生板 我能帮他不成 小姐 是说少爷要被打死了 打死了 打死了 打死了冷药组 谁给我付工钱 出来说吧 药组 你可别乱来啊 小王爷 你手下留情啊 这孩子从小 挺多病的 不是你们有话 出来说吧 别打了 爹 宗儿 爹你别着急 女儿有办法 什么办法啊 借你的班子一用 你这是有什么妙计了 看我的吧 哥 哥 哥你要是再不出来 我就把爹爹的班子砸喽 我数三声 一 二 冷伯父 您来给我评评理 您是不知道 我为了顾客在我们店里 根据气味选香膏 费了多少功夫 能要做 你只在乎你自己 香膏一旦团结 香气挥发完了怎么办 哪有那么快啊 你快打其词 如果可以在盒子上 写上香气的名字 画上主要的香草的配料 这样顾客看图 就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 进行挑选了 而且盒子还更加美观呢 可顾客不知什么味道 如何挑选 那就留个悬念啊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反而会让顾客 想多买几盒回家试试 再说了 我们庭林房的名声 谁认不知 还会怀疑我们的产品不成 所言甚是 妙妙 你怎么如此鲁莽 这个班子乃是爹的心爱之物 快快还一点 小事小事 只要你妹妹开心就好 倒是你 敢对小王爷动粗 实实无理 快 给小王爷赔个不是 爹说的是 小事小事 冷伯父 要是哪一天 我和耀祖不吵不闹了 才是出大事了 这位机智过人的姑娘 可是妹妹 皇天不负有心人 宗儿啊 到底是让我给找到了 那只要恭喜冷伯父和耀祖了 竟得如此宝藏 冷姑娘有理 在下是向北伐 不知道姑娘可有听说过我 你有从小就有一门未过门的婚事 如此说来 你是我未过门的未婚妻 冷伯父 您说呢 走 我这心急又犯了 冷伯父 没想到我这么轻而易举 就进冷掌柜房间了 真是天助我眼 冷掌柜果然还是不放心我 小王爷 那个 这么私密的地方 我来好像不合适吧 合适啊 杜刘聪啊 你这些年 过得还好吗 小王爷 以前的事情 我都不太记得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 你不是冷家人 莫非 他早就看破我的伪装 我该怎么办 因为你 不冷 小王爷 我自想生在乡间 自然性格不会太冷 但是之前的事情 我是真的不太记得了 不好意思啊 原来如此啊 无妨无妨 今天我啊 是有另外的事情要找你的 你看这个 有没有成为报款的可能 小王爷 我觉得现在的人卖货 很多都是盯着自己的货 但其实如果真的想卖得好的话 得知道顾客想要什么 最需要什么 问题是顾客想要什么 需要什么 你怎么知道他们的内心想什么 那这个 当然要因人而异了 你总不能给和尚卖梳子吧 再具体点 就拿这个脂粉盒为例 其实一般肤色比较深的人 都很在意自己的肤色 如果我们的盒子也做成暗色 那那些人看我们盒子的时候 就很容易联想起自己的肤色 而感到伤心 所以说不如 我们把所有的盒子都做成同一种颜色 然后依次编号 这样只有我们自己的员工 才知道编号的意思 前来购买的顾客并不知道其中的奥秘 这样是不是显得我们更加贴心 让顾客更喜欢我们的品牌呢 小聪明 昨晚你太棒了 我让你盯着他呢 你看哪呢 看我 进去看 小聪明 你怎么来了 我觉得 你们需要我 不需要 不需要 不 你们一定 需要我 慢 慢 没事 来 吃一个大鸡腿 好嘞 来 宗儿 这些菜可都是你亲自下厨做的 爹 孩儿回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每日看到哥哥为府里奔走操劳 孩儿觉得自己特别的没有用 只能做这样一桌菜 以尽我的孝心 难得宗儿有这份孝心啊 来 妖族 尝尝 好喝吗 爹 宗儿手艺甚好 那宗儿之后日日做给爹爹和哥哥吃 别 别别别 宗儿 爹问你啊 你平时有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啊 宗儿之前在上京的时候 一直在帮各种掌柜们卖货 尤其是 胭脂水粉之类的 但想必 我这些雕虫小技 应该是入不了哥哥的发言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你妹妹肯帮你 那是你的福分 今天便带你妹妹去你那个什么什么房 听见没有 冷掌柜 你爹发话 你听还是不听啊 海尔正了此意 当真 当真 这样才有我冷家长子风范嘛 知道心疼你妹妹 海尔原本就要让妹妹做我的副手 竟然如此容易 就怕这性冷的又在搞什么妖蛾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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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老姐 这边请 这什么鬼地方 此处为廷令坊后门 小姐的专属通道 后门 哥哥走的是前门 为何我要走后门 少爷交代过 小姐现在不适合抛头露面 走后门正适合您 小姐 行 我就知道 你要做这么轻易的答应你 必然有诈 publicity 都是 我 做什么 这 discord 有诈 这 rumors 都得没 recept 好了没事了 你们先去干活吧 是 是 transistor 亲友 亲友 neg 哥 還有什麼事要幹嗎 餵你話呢 哇 你怎麼這麼重啊 頭暈虛弱冒冷汗 早上雞湯你也沒吃 我怕喝了 品活不過前日 這你不能來我 這為何我 就你命的 你應該是品血 這事不喝糖 吃了應該會好 少爺您沒事吧 我沒事 你跟我來 我剛剛才救你的 白月兒老 冷掌櫃 看帳板 別亂動 副掌櫃行為準則 怎麼這麼多亂七八糟都不畏懼啊 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當時你可是當著爹的面 讓我當你的副手的 你現在讓我當個副掌櫃 幫你端茶倒水啊 對了 再加一下 補糖 剛才那個薄荷糖就行 你不要欺人太善 我 哥哥說的對 妹妹都記住了 少爺 您該去點貨了 雨南 請小姐到她的座位上 小姐 請 我不能在這兒坐以待平 我得下去了解下庭林房的基因情況 小明啊 最近店裡辛苦不辛苦啊 小姐我我 我只是個掃地的啊 我什麼都不知道啊 抖什麼啊 我 我話還沒說完呢 小小姐你就不要被動了 幹嗎那麼緊張 難道我太兇了 怎麼回事啊 被罰幼約的就是近日啊 難道 是我記錯了 大娘子請 小王爺您也請 大娘子請坐 咱們說說心裡話 小王爺您也坐下 咱倆隨便拉一拉 大娘子今日來你府上 可是有一事相求啊 自從孩子離開家 知道娘子心裡苦哈哈 孩兒外出去趕考 為母日日思念她 不知孩兒過得可好 這吃的什麼 穿的啥 常為孩子常思念 大娘子你辛苦了 今日還要去那國公府赴宴 你看我這 這 這可怎麼辦嘛 大娘子今日來我家 可算是找對人了 庭陵房的五彩燕霞 這 這是讓我美美的去赴宴嗎 對 美美的讓你去赴宴 掛好妝你是不會了 那庭陵房我要拉黑她 妝前妝後抖無變化 那還不如屋外那一壺茶 大娘子請放心吧 國公府宴人人誇 娘子天生好氣質 被發職位還原她 妝面過濃定不妥 可她淡雅不精神 如今妝面正正好 妝面完成全靠她 完成妝面全靠她 五彩燕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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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妝界的新行家 這五彩燕霞 當真有如此奇效 米南 把我上次制定的行為準則 拿給她 讓她每日都學 必須學會 我從今日 是 是是少爺 王夫人 我剛剛特地挑選了 我們五彩燕霞套盒裡 最襯您膚色的口汁顏色 這樣可以顯得您整體妝容搭配 更加精緻自然 更顯氣質 王夫人 您看看 還滿意嗎 這個五彩燕霞 一會兒讓芊芊給我拿五十套 這個五彩燕霞 我要帶回家去 分給我的姐妹們 知道 好 這野丫頭 學得還挺認真的 好 好 行李嘉歸第四十二條 不得理解家人間的關係 完 美食 別太得意了 要做到才能 一命我放心 我虽来试探 知道了 你也都夸我 就知道教育人 小姐 今天我教您吃饭 这有什么难的啊 嗯 不对 凤凰点头 小姐 几十碗 不对 读生在一起 销量饭饭 初恋饼和疼饼 伏伏似短胆 喜事强上尘尘 这有什么难的 还需要搞个准则来教我 尝尝这道菜 来 差一点 好了好了 宗儿 咱不吃这道菜了 来 尝尝这个 行为准则第十六条 在盘子里碰锅的食物 不能留在盘中 你怎么就会给你妹妹立规矩呢 吃 规矩就是规矩 尝一点 好 别别 别着急 你尝一点 哎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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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爹 你 爹 明天加练一个时辰 凭什么呀 两个时辰 我破了 爹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爹 宗儿仍需管教 我明日就请嬷嬷 在家中教她规矩 至于亭陵房 我看你就是故意难为 宗儿 你那什么什么房 我们根本就不在乎 宗儿 就这么吃 学什么规矩不规矩的 爹 亭陵房还有事 孩儿先告退了 啊 这就生气了 其实我们亭陵房呢 在朱颜阁之前 就想和天香阁合作了 但无奈被朱颜阁抢先了一步 所以呢这一次 我们就给天香阁 专门设计了几款产品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呢 我们稍后 就给您送来几款酿品 这谁家的姑娘 这么没有规矩 张妈妈 这是我家下人 是在下没有管教好 那今天的事情 冷掌柜 你放心 那在下告辞了 慢走 走 冷掌柜你等等我吗 冷掌柜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春宵一刻了 我在办正事 你别给我胡说八道 原来你之前说的朋友 就是你自己啊 想跟本姑娘请教 你就直接说嘛 何必如此拐弯抹角呢 如果你让我入股亭陵房的话 没门 那你刚刚跟天香阁的合作 谈成了没有啊 你说呢 要不要我帮忙 喂 要还是不要嘛 好啊 亭陵房现在的生意蒸蒸日上 这功劳是不是得 不过是一时奉工 别太自信 做生意 还是要细水长流 喂 跨我一下那么难吗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 琼丹鲜露湖湖水 全新上市 现在购买 还有便协装赠送啊 看一看 来看一看啊 还有赠送的媒体啊 大家不要错过 老婆路过千万不要 看一看 什么情况啊 姑姑怎么都跑猪烟阁去了 还有几位我眼熟的常客 小王爷 刚刚那个猪烟阁 敲锣声太响了 咱们的顾客都跑了 我觉得 我们也得想一个口号 把我们的顾客 再吸引回来 综儿这个办法 倒是直接 今日 我们要去对面探店 怎么忽然要去猪烟阁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但是 猪烟阁的门上写了 同行末入 面吃不雅 咱们这样贸然闯入 我觉得 我有办法 冷掌柜 咱们是不是可以直接让桂园 把那个货买回来 慢慢研究就行了 店铺陈列 还是得实地考察 你想要进手庭陵房 就必须要学会 跳出倒垢的角度 客观地去想问题 一有机会就叫我 真烦人 好的掌柜的 但是化妆的时候 最好不要皱眉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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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装扮好没有啊 我们要赶紧出发了 哎呀 宗儿 哇 原来你给男生化妆也这么细心啊 早知道我就不自己化了 被政长官发现我就全完了 要坐 作坊昨天才把胭脂盒的样品送到我的手里 朱颜阁的产品却已经上架了 妹妹 你是不是觉得咱们亭陵房有内鬼 看这个样子也许大概是的 是的 三位贵客远道而来 正某有识远迎 海情海函 不知三位对我们店里的产品可还满意啊 满意 很好 要么我们再好好去看一看 姑娘莫慌 一看姑娘这气质就非凡啊 我们店呐正好有一款真店之宝 姑娘请看 这款口汁是我们店最新研发的产品 姑娘不妨把面纱接下来事上一事 不用了不用了真不用了 小心 我觉得我们暴露了 快走 站住 你偷了东西 别想就这么走了 不能 我妹妹不会偷东西 我看见了 就在她的口袋里 我这个口袋 我进来就没打开过 这该如何是好啊 你敢把口袋翻开 让我们看看吗 看就看 谁怕谁 天不大 当然不会欺负客人 不是 这个我 我真没有拿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在我口袋里 是 这女孩儿的心思可真是难猜呀 小姐的包包真好看 哪里买的 西域老家买的 我想起来了 是她 肯定是她放的 是你放的吗 嗯 那既然如此 看来只能把我的店员 和这位姑娘 一同送去官府 让青天大老爷来一探真相 来人 等等 不用找了 我真的眉头不怕去见官的 那就走吧 我们先离开再说吧 好 辽祖 我今天真的没有偷奈何口枝 奈何口枝 是不是从你身上掉出来的 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 但那不代表是我偷的呀 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我呢 黄姑娘 刚才从一进殿开始 你的神态就不对了 我 冷谋以为 人穷不能制短 但没想到 你连最后的道德底线都没保住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爱信不信 我黄子玄不在乎 对 你不在乎 你只在乎钱 只在乎怎样完成工作 从我这儿拿钱 我看你是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 你说得对 能长官 你先忙吧 你先忙吧 你这么忙吧 我赶紧我说 你这么忙吧 你这么忙吧 你很忙吧 黄姑娘 你不必心虚故意讨好我 雷老祖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龙某对品行不端之人 一向如此 轻点 棱掌管 我就是个粗丫头 轻不了 你满意了 小姐 少爷说您非要自告奋勇 为他去买张继兴出的薄荷糖 薄荷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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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小姐 我什么时候说 乌瓜还没说完呢 走 冷药醋你给我等着 就知道欺负我 是啊 你 我店里的伙计刚刚从浴水回来 黄姑娘有的新爹爹 别忘了轻爹爹才好啊 给你买串糖糊了吃 谢谢爷爷 尝尝 来尝尝 看看甜不甜 好不好吃啊 爹我想买老糊 你干嘛 爹就在前面 爹就在前面 你干嘛 你最好别给我搞什么花样 孽障 府里那么多下人你不使唤 你偏偏要你妹妹搀扶你 万一闪到了该如何是好啊 爹 哥哥他 你不用替他辩解 当哥哥的没个当哥哥的样子 你说在店里帮帮小忙也就算了 还得抛头露面来到处跑 累坏了宗儿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爹 现在受伤的人好像是我吧 爹 咱们还是等一下哥哥吧 爹今天让小厨房给你做了红烧白骨 想不想吃啊 走 哥哥 我来给你送饭了 哥哥 讨厌鬼小时候还挺可爱的嘛 这父子俩过去挺好的 怎么如今 这么简单就找到了密室啊 这能卖多少钱啊 很多钱 小心 你压到我腿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 这 快去把蜡烛点着 蜡烛 我起来 这这这这 咱俩 蜡烛 我是来给你送饭的 你看你这是黑漆漆的 你也不点个灯 我真的没看见你腿 不怪我吧 你看看那个还转不转得动 我 别费劲了 那 那怎么办 我们不会被困在这里吧 我可不想跟你共处一室 你别说的好像我多想和你共处一室似的 喂 你要干什么 你说呢 不是吧 果真真的男女共处一室 容易干产烈火 这死妈 我要如何是好 我可一致力相当坚定 你过来 我不过来 那我过去 你 你 你别过来 你再过来我就 我就 我就 我就把 你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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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少爷 你这细皮嫩肉的 如果要是不舒服的话 记得跟我说啊 我 还挺香的 快点 这里 嗯 你轻点 我们贫穷人家呢 皮糙肉厚的 都是这么上药 冷少爷你忍忍吧 黄子轩 我要扣你工钱 凭什么呀 我要的上完了你要扣我工钱 那个合同刷是不是只写了 让我当你妹妹 什么上药买糖观密室 是不是得加钱啊 难道不是你 擅自进我房间 擅自进我密室 再把开关掰断 我冷某被困于此 都是拜你所赐 你个顾和拆桥的奸商 我就应该离你远渊的 对 你最好 就离我远渊的 好啊 没问题 这么远高不高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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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就是你社区的 只要何世区的 你不想得到 这只能接你 感觉是刚刚擦药的时候着凉了 黄子萱 不可投机 发烧说胡话的时候都在冤枉我 洗澡 在冰枷中,洗澡 自己煮不gram 洗澡 冰枱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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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醒了 身子骨怎么弄弱 动不动就发烧 怎么回事 怎么一股酒味 你刚刚发烧了 我就想起来 小时候用的土方子 我小时候发烧 我爹都是用这个酒 帮我推烧的 谢了 不用谢我 但是你要给我道歉 为何 那天在住院阁 我真的没有偷钱 我是被冤枉的 你也不想一想 如果我真的偷了东西的话 我怎么可能会让人家翻我的包啊 我又不傻 不必多言 我信你便是 好了 好了 我还能买到这里 我还没想到你 我有一点 没想到你 我还没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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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实在不同 我们什么都不做 只是合一而明 并无不妥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冷掌柜 请 小妈妈 请坐 多谢了 今日有请棱掌柜过来 其实是有一桩难事 想要拜托你 清酒 桃鸟原本是我天香阁的头牌 只因上个月演出不慎坠台 摔伤了脸 虽请了郎中调养 可依然 若冷掌柜能用柜房的产品 让桃鸟重回舞台 我天香阁愿与廷林房 签两年的合同 近日只身前来 只怕 桃鸟姑娘 可能需要特别的妆面 桃鸟美在典雅 客人们喜欢 也是因为她清新脱俗 不知棱掌柜所谓的特殊妆面 能不能保持桃鸟的特点呢 张妈妈 再宽限我几日 棱某定能解决问题 那就等棱掌柜的好消息了 至于合同 朱颜阁那边 等一下 庭陵房定能让桃鸟姐姐 比以前更红更美 这位是我们庭陵房的一位导购 她呢擅长各种妆容 不妨让她为桃鸟姑娘 量身定做一个装面试试 之前不是有些人 叫我不要管吗 那你还不是来了 那要是办成了 好处翻呗啊 先成再说 好 好 好 沿着走桥临听方 身差换陪路相撞 怎了欲穿光 满旗月交换心痒痒 讨价还价才更得疯狂 把面玲珑惹来像一场 整整日上好景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姑娘这手真巧啊 只是这妆容虽好看 但近看却像一副假面 只怕是客人们不会喜欢 桃小姐姐 送我来吧 桃小姐姐的妆容虽然在台下略显假面 但是在台上看是刚刚好的 不同的妆容可以搭配不同的场合 如果有需要的话 用亭林房的粉扑 把多余的阴影扫掉就好了 这位姑娘如何称呼 依我看 这手法真真绝了 冷掌柜店里有这样的人才 真是有福气 我与这位姑娘一见如故 不知道冷掌柜 对 好好好 看来这天香阁生意真是越来越好啊 张妈妈 是不是我朱烟阁一家 也供不上你要的货了 啊 哎呀 冷掌柜真是挺有雅兴娘 竟然到这种地方来 还带着自己的妹妹 正掌柜慎严 罢了罢了 你你好手印以后 最后有人来去 正掌柜走好啊 不麻烦正掌柜了 我差人送去朱烟阁便是 不必了 我朱烟阁里里外外 可都是两家女子 张妈妈 我觉得 咱 要时时刻刻记住自己的身份为好 你说呢 我也觉得不必了 正掌柜 既然这么不喜欢这个地方 大可拿着合同 速速离开 龙掌柜什么意思呀 这是要明抢我朱烟阁的生意了 天香阁十年不变的规矩 每年五月初一 五十三刻签约 是您来晚了 皇后小儿 管你屁事 规矩 就是规矩 况且 正掌柜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我也没看出来你做生意的诚意啊 广州 爹爹的彼岩湖 张妈妈 郑老板虽然说来晚了 但是他毕竟是 天香阁的老公一伤了 我的雕丑小记 只能解决桃妖姐姐的问题 但是庭林房 适不适合天香阁 还是需要张妈妈和姐姐们 仔细商讨之后再做决定 郑妈妈 您说对吧 是啊 是啊 郑掌柜 冷掌柜 二位愿与天香阁往来交易 那是姑娘们的荣幸 产品还是姑娘们用 我要征得姑娘们的意见 再给二位答复 别罢 真惊不怕火烈 那您动作快点 等会儿有人来听信 董掌柜 让您在我这里受了委屈 不会 反倒是在下鲁莽了 给您平添麻烦 那我们先告辞了 这位姑娘 如果你愿意多交交桃妖就好了 张妈妈 如果这种等级的导购 都能让你爱不释手的话 那我们庭林房别的导购 只会让你更满意 此话当真 你来庭林房多久了 不到两个月 庭林房的排行榜上 可曾出现过你的名字 张妈妈 以后有需求的话 我们随时帮忙 告辞 二位 慢走 我要速速还完债 就爹爹才好 爹 哥 猜我买了什么 哥 你不是爱吃甜的吗 这是甜粽子 爹 这个是我流落在外的时候 喜欢吃的肉粽 来 我想着呢 这不马上要端午节了吗 就买粽子 给爹和哥尝尝鲜 爹 您不爱吃啊 爱吃 爱吃 那我给您拨一个 不必了 宗儿 爹忽感不适 这个 你们慢慢吃 爹 冷掌柜 冷掌柜 冷老爷他 不爱吃肉粽啊 我说错话了 怎么这么晚了 还没回来 冷妖阻 冷妖阻去哪儿了呢 不就买了个粽子吗 烧烧力有这么大吗 怎么这么漏啊 怎么这么漏啊 我对他这么好干吗 算了 就当回报冷老爷了 跑烧热了 糟了 要下雨了 冷老板 冷老板 快醒醒 小店要打烊了 外面要下暴雨了 要不我送你回府吧 老板 有没有见过 亭林坊的冷掌柜啊 巧了 他就在我这儿呢 不过他喝醉酒了 您来的正好 谢谢老板 不好意思了 喂 能自己走吗 行 那你赶紧走 算了 我送你 你没事吧 没事 走 不好意思 二位等一下 外面要下雨了 小娘子还是带上伞 谢谢 你相鸿若醉酒受寒 怕是要大病一场啊 谢谢老板 没事 慢走啊 二位慢走啊 改天喝 哎呀 慢点 你小心点啊 这边 你 你 你怎么那么重啊 扶你回去得给我加钱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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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钱 钱 你就知道钱 一点情情人伦都没有 没有家教 你凭什么说我 凭我是你哥 谁是你妹妹啊 谁是你妹妹啊 妹 这十年 你没少受委屈吧 你还记得十年前的端午 哎 你看这个像什么啊 大狐狸 看看 年轻 哎 你看小老虎 你看小老虎 我好不好看 你看看吗 我还看一看 来 姚左 你在这儿看好妹妹啊 爹爹 千万拉好啊 好 别散手啊 哥哥 粽子 宗儿喜欢 那 哥哥去嘛 宗儿答应哥哥 不要乱跑 在这里等我 和爹爹 好吗 好嘞 慢点啊 谢谢小老虎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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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虎 小老虎 喂 新出的小老虎 来看看 可当我买完粽子回去 香包她的妹妹就不见了 家里就再也没过过端午 原来是因为这样 你和爹的关系 才变得这么奇怪的吗 妹 你这次回来了 就不能再走了 太扯了你 你小声点 你吓到她了 她老师平时也这样 该多好 别怕 我 有我在 你说什么 回家 小王爷是不是还在里面啊 马上要下雨了 不知道她有梦带伞 你 不许再在我的面前 提你的十分幸福 什么十分幸福 你是我的 不是他的 什么你都吓得他了 你小心别摔了 下去吧 小姐 素素 爹爹呢 老爷说了 那个他没什么胃口 让少爷和小姐先吃 小姐您是等少爷回来还是 这爷俩真是稀罕了 稚气的方式也随着他们的兴神 他应该回不来了 我也没什么胃口 撤了吧 好 素素 过来一下 小姐 有什么吩咐 半课中之后 跟我爹说 听见我在房里哭 照我说的办就好 哦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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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这是 谁让我们纵儿落泪了 爹 爹 女儿从小长在乡野 本来就不懂女工 你看 哎呦 喂嘛 这 纵儿 爹如果没看错的话 这应该是香包吧 爹你看得出来是个香包啊 啊 那说明我做得很好啊 还 还真真是香包啊 爹 女儿搬来做了三个 想着给您 哥哥 还有我 我们三个人一人一个 挺好啊 但是那个老妖童他不领情 他如他宠 那逆子现在何处啊 老爷 我也一天多没看到少爷了 我觉得我哥肯定在廷灵房 不然他还能去哪儿 宗儿 不是爹不愿意帮你出这口气啊 只是 我知道爹 你为什么这样啊 为什么呀 因为你不疼宗儿 我 不然你早就去廷灵房教训哥哥了 走 走 走 去廷灵房 爹 那我就不去了 我在家里修香包 掌柜费心了 姑娘慢走 请 帅师 您好 宗儿 你不是在家里绣香包吗 爹 来都来了 我陪您进去吧 走了走了 别 别 你别 你 这边请 爹 你先来看一下嘛 婚姻光临 我们的责任是恢复您的美貌 胡闹 没看见进来的是个老头子嘛 下去吧 是 爹 你看 这些都是哥哥最新研制的香膏 爹 你过来看这个 这个是哥哥第一次在口汁中加入香料 整个上京都很有名的 蜜桃味的 给你闻一下 麻不闻 你闻一下嘛 你闻一下 香不香 香 是挺香的 可再香也就是脂粉堆里那些事情 爹 我就觉得 哥哥做的事业很伟大 伟大 他还伟大 爹 你看啊 女人是不是离不开脂粉 那上京城是不是也离不开女人 哪里也离不开女人啊 那是不是哪都离不开我们提灵房 对啊 他不是一直欺负你嘛 你怎么还袒护他呢 你这傻丫头 走 带我找他去 爹竟然来提灵房了 所为何事 爹爹 来都来了 来坐 哥坐 好 菜是还算别致 只是甜的太多了不健康 嗯 爹说的对 其实呢 这桌菜是我准备的 因为我知道爹你其实很关心哥的 但是你 都怪你太笨 哥也是很关心爹的嘛 我知道咱们家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过端午节了 但是我现在回来了 我们现在一家三口团聚了 今天是端午节 看 赵丽应该喝熊黄酒的 来 我们一家三口一起碰个杯 爹 女儿都已经回来了 您不开心吗 我 还有你 不久没有回来吃饭了 冷家的规矩你都忘了吧 哥 来 爹 爹 你妹妹做的 咱们家每人一个 你要是由你妹妹半分小心 我也不至于每天祈祷星计 你 宗儿 爹对不住你 这么多年在外面飘着 受苦了 我 爹 不要太自责 妹妹走地路 我更有责任 你们干什么呀这大过节的 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爹 今天来庭陵房感觉怎么样 这庭陵房看得出来 花了你不少心思啊 不错 谢谢爹 虽然我没有找到烟花 但是我在哥哥的仓库里找到了这个 好干吗 这该不会是去年殿庆剩下的吧 瘦怎么样 好玩不就行了 我不用 爹我们也玩 好嘞 我爹也找了 宗儿你看 这东西怎么玩啊 我教你我教你 好好好 这儿可以画一个小猩猩 教着爹 教着爹 我们一起 一二三 来 爹给你画个小螃蟹啊 来 小猩猩 小螃蟹 小螃蟹 你看 爹这么开心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加点钱啊 小螃蟹 你不是说我还忘了 这东西本来就是我的 我是不是得从你工钱里扣啊 小猩猩猩猩猩 再给我拿一个 我不给你 你不是说不好玩吗 你管我说好不好 这东西本来就是我的 给我 就不给你了 你抢啊 抢啊 给不给 你就不给你了 别跑 别跑 踹倒了 就不给你了 你快给我 别抢 等一下 都给爹 那我再去拿一点 去吧去吧 来 拿着 拿着 谢谢爹 爹啊 你真的觉得这个好玩吗 好玩个屁 你妹妹说好玩 那就好玩 玩 来来来 小星星 小星星 来啊 快来快来 好 来爹给你点上 小螃蟹 小螃蟹 再也不敲他敲他这丫头 她怕是忘了自己的人 什么意思啊你 你说呢 快给我解开 我很难受 难受就对了 三个月了我好受过吗 那天在田香阁 你吃里扒外 帮着冷药座抢了我的生意 这是怎么回事 那天 那天情况很危险 别逼我亲自动手 你到底要把我爹怎么样 我没把他怎么样 不过 那些要拆的 还有我那些 不听话的下人 要对你爹怎么样 那就不和我说了 郑长官 我求求你 你一定要护我爹爹中全 冷药座的密室我已经找到了 我三个月 不不不 我一个月 我一个月一定帮你偷到密房 不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 那就看你表现了 再给你半月时间 一个时间之后再把它放出来 郑老板 我求你现在放我出去吧 时间不等人啊 郑老板 郑老板 小爷 小姐 小姐 找找找找到了 找遍整个天一房都没找着 找遍呢 隔壁的猪圈我我都找两圈了 你找猪圈干什么 你这不胡闹嘛 再找找 新许小姐去买烤面筋了呢 那就把所有烤面筋她都给我翻个遍 是 少爷 担心小姐 我不是担心她 我是怕她走丢了 天不高兴 可 可就是觉得 你是担心她 你要是找不回来 你也别回来了 是 是 掌柜都不好了 掌柜的 有两个贵宾客人在店里闹着要退货 张妈妈 棱掌柜 你上次带去的导购姑娘 根本就不在店里 关键时候找不到人 我要退款 张妈妈 不要惊慌 这位导购呢 今日告假了 我们店里还有期待 棱掌柜 我 我们今日要去一位观人家做客 如若桃鸟的庄面 不如当日的效果 你让我这店面 怎么办 容我想想 那个姑娘也不知道在哪儿 我们可以去找 也可以派车叫她接来 还可以给她加些银两 都是可以的 这世光五天香阁 未来的发展呀 这叶丫头 到底去哪里了呢 看公子行色匆匆 想是要找人 不如让老朽给你算上一挂如何 老朽知道公子要找何人 谁啊 公子要找之人一定对你很重要 她现在 她现在 公子莫齐 你的心爱之人她在 她是我妹妹 妹妹 公子确定 她 这不对啊 快说 这 冷府 莫非这丫头 真如这算命先生所说 已经回去了 多谢 还真叫我蒙对了 够了宗儿 够了 爹多喝点 药祖回来了 来来来 快坐快坐 你今天 哥 喝汤 我那天看 我做的鸡汤也挺爱喝的 我特意去西市买的老母鸡 耽误了一会儿 哦 不错 药祖今日怎能如此反常啊 爹 你快喝呀 一会儿凉了 嗯 你哥爱喝啊 你让你哥多喝两碗 好喝 再盛一碗吧 哦 来 别别别别别别 先吃点菜 好 来 吃菜 吃菜啊 宗儿 爹 哎 好 谢谢贵妮 来 吃着啊 宗儿 哥 这是庭陵房和李济合作的新品成衣 我要来没用 便送给你了 不对啊 少爷 少爷 为何不进去啊 他在沐浴 哦 哎对了 你去浴水 哦 小人上子跟您汇报过了 浴水那边穷困 你别说是浴了 一整块的银子都找不着 我是要问你 浴水那地方的民风如何 可是个个都神神秘秘 奇奇怪怪 行事 借走偏锋 浴水县那儿很小 小人 可是每个人 都表面公斤 背地里 把骂人的话全写在池上 小人 并无遇到 可是个个冤家路窄 一旦碰到 生活 就极飞狗跳 一日不谈你 小人也不知道 浴水那边家家户户 这浴水最好的吃食 到底是什么呀 为何他知道我偏爱甜食 却顿顿都要吃咸菜熏肉 与我作对 依娜 你说我这人有那么讨厌吗 不是少爷 算了你先下去吧 先下去吧 哦 哦 哦 那个 冷掌柜 你怎么来了 我有东西送给你 那个 我其实可以自己去去 我 顺路吗 顺路 我的房间在后院偏方 你顺着哪门子路 财神爷 难道被他发现了 我得赶紧偷东西跑路 我刚沐浴完不方便 不然你放外面吧 这个呢是 情灵房合作的 李济的新品成衣 我拿着没什么用 就给你送过来 谢谢啊 哇 这么华丽的吗 他为什么要送我东西啊 也不知他穿上效果如何 我那么精心挑选 一定好看 嗯 冷掌柜 又怎么了 那个 衣服不合适吗 合适啊 那 为何不穿 小气狗 原来在为这个生气 冷家大小姐 穿这么华丽去上班 不太好吧 再说了 我奔手奔脚的 万一弄坏了衣服 那还不得赔你银子 是我考虑不处 嗯 我去集市呢 看到你家乡的花草 送给你 以解思乡之情吧 我一片心意 他怎么这个态度啊 我一片心意 他怎么这个态度 药族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 我有个朋友 他送给心爱之人一盆花草 以示情意 但转眼间 那女子 把花草放到了狗窝旁 你说 这是为何呀 怎么又是心爱之人 少爷说的 不是小姐 放在狗窝旁的 兔尾草吧 嗯 那兔尾草 就是一味药材 小人去御水的时候 他们家家户户 都会在狗窝旁边 放上一种 说是能 预防犬益 你怎么不早说 您也没问我呀 等等 是宗儿为心爱之人的人 送给他一盆 专门给狗准备的花草 以示情意 此人如此准备 还想追求宗儿 真是可笑 竞争对手如此之多 我可得提起点精神来了 那你说 该如何表示情意啊 自然是投其所好呀 投其所好 嗯 要做 你最近不对劲啊 非常不对劲 先退下吧 是 她又想做什么 用兔围草羞辱还不够吗 你来干什么 看看这本书有何不同 这本书跟我之前看到的画本 也没有什么不同啊 只是在末尾加了一篇 关于如何品尝烤草原的文章 黄姑娘可知此书从哪里来 此书是我去南方考察时所得 南方人口味淡 并不知道北方烧烤羊肉的做法 但随着此书的流入 北方烤羊肉 进入了南方的地界 冷掌柜的意思是说我们也可以效仿 借着画本提高庭林房的名声 正是 我觉得这个办法挺好的 恭喜冷掌柜 那黄姑娘可愿意帮忙 事成之后我分你三分力 三分力 要是能拿到 我就不用再跟正银子合作 也可以还清爹爹的战 自然 也不需要偷冷家的秘方了 等一下哦 还差一步 我还是觉得 这本书可能不太需要男士装面 别说话 你好美哦 那你再看仔细一点 熊彧彦 什么事 零耀的画像颜料到了 放着就行 不用告诉我 哥哥 哥哥 说好的今日早餐后继续开始化妆 到现在也不见人 会不会是庭林房那边出了问题啊 吃 你 去就行 我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搭着公子爱的庄 沿着走桥林天房 身上环陪无相转 残留于春光 你 没错 汪子萱 我喜欢你 别开玩笑了 一点都不好秀 君莫把我轻看 才知鹿鱼旁 千斤手买善良 刀不买炸 谁说我的非要对良人爱散 正知若我不准去捣乱 看着我 黄姑娘 你的心意如何 好你个冷藥祖 你也偷吃了考验鸡 睡了就直说呗 死亚结罪一日 你好美啊 别怕 有我在 咱们好好说话 我一个小杂草 你一个大掌柜 你怎么会 喜欢我呢 喜欢一个人 和身份无关 但我现在是你妹妹 你要是同意的话 我现在就和爹爹拼命 爹爹患有心急 受不了那么大的刺激 那我们就虚虚图治 让爹慢慢接受 冷掌柜 我真的 不值得你喜欢 值不值得 我说了算 黄姑娘 我只问你 你的心意如何 我 我其实 不是 不是不喜欢你 此话当真 小姐 后院的秋千好了 她这是 答应了 我们 到底是什么时候画的 药祖哥哥到底是什么时候画的 我的小像呢 哦 对 她 那么多小巷 肯定不是一次画完了 原来你喜欢当秋情啊 我在甜蜜房给你弄一个 你不用了 等一下 已经上了花瓣了 谢谢妹妹 你刚刚推得太高了 那这次推轻一点 给 冷妖族也太不会对待姑娘了 爹 小心小心慢点 爹爹 一家人不必距离 爹就是过来看看你喜不喜欢这个秋千 喜欢就好 现在你哥哥也愿意陪着你了 爹心里很开心啊 那你们接着玩 高一点 高一点 爹爹 爹爹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还好没说什么 你想说什么 你真的喜欢我吗 不然呢 对不起啊 我教你 我来擦 没事 我来吧 以前怎么没发现 他认真的样子这么帅气 我把我轻看 才知落雨盘 前进手买善良 都不麻将 谁说我的非要 对良人暗算 争执若我不准许捣乱 君一鸣我放心 或许来试探 扶你同身在一起 销量犯犯 竹链铁和灯铁 伏伏似帮胆 细时就上前船 不要 行了 小日子过得挺舒服 不要 说好的一个月 还剩几天了 也不知道你是不是 真想念你的爹地 要不我得跟他的手指 给你看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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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是长梦 整银子给的时间不多了 看来 我还是要做冷家的恶人 我也是为了爹地 你在这儿啊 正好 我还准备叫人找你呢 来 快坐 来啊 这个呢 是我亲自准备的早餐 这胡辣汤温度刚刚好 来 快尝尝 你不爱吃胡辣汤啊 那我做点别的 我爱吃 你今天怎么有点奇怪啊 有心事 你有什么不开心可以跟我说呀 其实我今天 你身体不舒服吗 没有 我 怎么了 要做哥哥了 你身体不舒服吗 别承意 我 不肯定 崇ivi 一起 соб 你 俩 走 我 打得住 快辱呀 你 很快 大厨 最后 谁 杭 喝了这么久都没起效 肯定不对症 我这个土方子 药到病除 土方子 我这个是京城有名的大夫开的药 京城有名的大夫 喝我这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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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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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喝我这碗 什么 老爷少爷 给小姐看病的大夫来了 是不是该喝我这碗 肯定我这个好啊 让我先给小姐把个脉 二位请回避一下 先生 怎么样啊 恋爱脉相虚浮 却并无发热症状 大多是思虑过重所致 纵儿平日里活泼可爱 怎么会 那就奇怪了 这样稍后我先拧个药方 让小姐先服用 至于心病 属在下无闹 只能靠小姐自行调解了 告辞 想吃什么 没胃口 我听一难说 荷花酥 我去买 荷花酥是我家乡的特产 圣经是买不到的呀 今日回来 今日不回来 哥哥今日回来 今日不回来 今日 小姐 少爷 别打扰我 马上到关键时候 今日回来 今日不回来 今日不回来 小姐 少爷已经进城了 不孝半日就能回府 真的吗 嗯 那快带我去收拾一下 不能让哥哥看到我这个样子 不对啊 黄自萱 做女孩子要矜持 这儿火急火燎的像什么样子 这话怎么这么像耀祖哥哥说的呢 小姐 少爷肯定也想见到您有精神的样子 咱们去补个粉吧 嗯 既然你也这么觉得 那走吧 走 黄自萱 稳住一点 不要太激动 勾引少爷回府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妹妹的病可好了 见到哥哥就抢好了 好 我今天是准备去亭林房看生意 顺道刚好撞见你过来 小姐 你刚不还在数花瓣盼着少爷回来吗 原来妹妹 如此思念啊 早知如此 我就不该 在外边游玩两天再回上京 少爷 咱为了赶回来都换了三匹马了 咱哪有时间玩啊 你 少爷 你给小姐买的荷花酥 你真给我买荷花酥了 顺手买的 你要是喜欢的话 就拿去吃吧 谢谢啊 怎么就跑了 难道我还是不喜欢 这可是我专门去浴水买的 少爷 您终于承认您特意去买的荷花酥啊 顺便谈了个生意 你呢 我发现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有吗 你弄疼我了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黄姑娘 老母觉得你有话讲 这儿没人 你大可放心手 我还是直接坦白自己的身份比较好 我还是直接坦白自己的身份比较好 今日飞哥传书 万一被他误会就不好了 腰祖哥哥 我确实有话要对你说 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 不管我等一下说什么 你先不要激动 你先听我解释清楚 你说吧 对不起 我爹欠了很多钱 我实在没有办法还钱 我是卑鄙无奈才答应正银子的要求 所以 你就做了正银子的卧底 我一开始是这样计划的 但是 但是你除了偷秘方 还要打探我们的银叶盒和精英状况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不够早 不然你也不会在这儿 如果我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亚祖哥哥 对不起 我知道你很鄙视我 你和冷老爷 都对我那么好 但是我还是在骗你们 但是他们拿我爹的心里威胁我 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 我不求你原谅我 但是 我只想告诉你 我早就决定好了 我再也不要和正银子有任何瓜葛 你今天看到的 贝格传书 其实是我和正银子的解约书 你这么说 我 我是不是还得好好感谢你 我 不是这个意思 亚祖哥哥 我早就想跟你坦白了 但是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解释 黄姑娘 亚祖哥哥这四个字 我冷某担不起 上次竹妍哥抄袭我们作品 是你写的密码 看着我 看着我 你是不是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在骗我 你 你在冷府的日日夜夜 都在欺骗我 我 我喜欢你 是真的 你 你 黄姑娘 你的目的已经完成了 你想要的 不想要的 我都给你 这是解约协议 从今天开始 你再也不用假扮冷家大小姐了 你走吧 走 我们之间 一定要如此吧 走 这次去玉水给我挨家挨护掌 掘第三尺 也要把黄子轩的背景给我找出来 是 少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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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我还不能与正义子节约 得帮了姚总一把再走 也算不枉冷家父子先带我一场了 小王爷 松儿 小王爷 拜托你办一件事 你怎么在这儿 走 咱们进去说 小王爷 帮我把这个交给 交给哥哥 让他逐一去拜访这些商铺的老板 这不都是上都的美妆店吗 庭林房 又有大危机了 什么 大危机 时间来不及了 你赶紧去吧 千万不要告诉哥哥 是我给你的 为什么你自己不去告诉他 我一两句跟你说不清楚 总之你一定要答应我 把这个字条交给他 好不好 小王爷 你放心 要做哥哥 小王爷 一定要成功啊 灯笼 万万没想到 这林子竟然想用 联合各家降价的下作手段 打垮咱们 还好咱们得到消息其实 对啊 不知 不然我们大量未上师的新品 全砸手里了 不知小王爷 我们去月色房吧 臣富 动作快点 我们赶时间 打架隔斩 实属伤人伤己 我这几日 也发愁如何应对呢 棱掌柜 小王爷 我同意 看下灯笼呗 这银子啊就等着肉疼吧 北伐 你是如何及时得到消息的 危机已过 我应该能说的吧 你一看便知 宋祖回府 宋儿 少爷 小姐呢 从早上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人 他留下什么东西没有 老爷命人把留给您的信送到您房间去了 留给我的信 来 马爷 出品将即将 cones 不错 小姐 那个小姐 就是 construction 油 老是 并 而且 果然是你 冷掌棍 我知道你会生气 但没想到 你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我 我虽然知道自己罪有应得 但也还是很难过 我走了 就一切如常了 你也不用在亭令房做秋千了 也不会有我扰乱你的生活了 我在亭令房给你做一个 不用了 我一度希望我是真的冷光宗 可以日日享受爹爹的宠爱 后来又庆幸 自己不是真的冷光宗 这样 可以与你共度余生 成为你的妻子 希望我坐 爹 您怎么来了 坐 我替你娘 把这个 交给你 这桌子 是娘当年的嫁妆 娘说留给未来的儿媳 您为何现在给我 你和宗儿之间有些事 爹都看在眼里了 难道爹 她不是你妹妹 我早知道了 你妹妹后井有一处红色的胎记 这个宗儿没有 爹 既然早知道了 那为何 起初吧 我只是不想辜负你的一篇孝心 可与这姑娘相处多日 我发现我们这个家 逐渐的有家味了 是吧 哎 你看 我们父子之间的感情 不也是因为 她才兵士前嫌的吗 现在看起来 这姑娘能到咱们棱府 也算是一种机缘吧 可是爹 她从一开始就在骗我 不是 你不是也一直在骗我吗 那不一样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这姑娘对我这个老头子的好 对咱们这个家的点点滴滴 我实在难以相信 她是个品行不端之人哪 爹明白 有时候 我们为了维护一个善意的谎言 不得意去承受一些 难以想象的代价 你如此 这姑娘也如此啊 可重要的是 她为什么要骗你呢 而你被她骗由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 如果这一切加在一起都抵不过你对她的感情 找她去呀 傻小子 一回钱都拿不出来了 狼妖族 狼妖族 你们要倒霉了 你们要倒霉了 爹爹的债 看来还需要我慢慢来还 不如先回御水 跟爹爹和姐姐团聚 再做打算 少爷 怎么样 小姐在朱颜阁吗 里里外外 字字细细 都搜了一遍了 朱颜阁人去牢空 什么也没了 莫非 他已经离开上京 回御水去了 爹 儿姐就启程 去寻需要回来 上京 御水 不论天涯海角 不论天涯海角 他会跟廷陵房的仓库 同归于尽 来人啊 救命啊 来人啊 救命啊 来人 救命啊 来人啊 王子萱 王子萱 王子萱你在里面吗 杏耀祖 我在这里 杏耀祖 我在这里 你们什么情况 我被绑着 我头上悬着一口大缸 不知道装了什么 怎么办啊 杏耀祖 别怕等我 杏耀祖 杏耀祖 你来了 我还以为 你再也不想见到我了 我来了 放心 我一定救你出去 小子 来得挺快啊你 果然是你 还能是谁 你别动 你别动 我就拉绳子 然后 他就会死 别害怕 你现在给我跪下 跪下 狼掌鬼 跪下的滋味不好受吧 你小时候可曾玩过烟花呀 这里面 撞的是沙石和熊花吗 这一落下来 就能看烟花 你别管我 你快走吧 我的朱雁阁没了 你们两个都要给我陪葬 狼狼 狼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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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快走吧 他快掉下来 你快走吧 你别怪我了 你快走吧 傅伯斯排行绑杀 又有朱颜阁了 你快走 家了 五彩兵分 你还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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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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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還不這樣 怎麼還不這樣 藥祖哥哥 你說種銀子會報復我們嗎 不會 剛才我救你的時候 讓小王爺報關了 掙銀子 此刻應該已經在大牢了吧 這個送給你 喜歡嗎 這也太貴重了 我還是 這是我娘的嫁妆 她說 要送給我心愛的人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 除了你 沒有人有資格帶她 王子萱 戴上了手鐲 白手童心 永不分離 要走哥哥 我們在大門口呢 怕什麼 今天我們就要堂堂正主 請你 爹 你們終於回來了 龍老爺 冷老爷 我不是广宗 是我骗了你 对不起 轩儿 别说了 你虽不是我亲生的 但我和耀祖一样 离不开你 留下来吧 爹 寒儿已将娘的手镯 赠予轩儿 如此大事 你可曾认真寻用过 轩儿的心意吗 冷老爷 这次 耀祖哥哥为我身陷险境 在危难的时候 我们已经确定了 彼此的心意 这辈子 我非他不嫁 老爷 少爷 小姐 门外有位女子 说是要见见黄姑娘 我在想可在说 咱们府上没有姓黄的姑娘 可他就是不走 人终于到了 尼南 快请进来 好 这边请 我怎么觉得这里如此熟悉 这边 老爷 少爷 姐姐 姐姐 你怎么来了 妹妹你在上京过得可好 我过得很好 你和爹 轩儿 先让子秦姑娘见过爹爹 皇子秦拜见冷老爷 皇家承蒙冷少爷慷慨搭救 替家父还清了债务 家父另外得知 妹妹皇子轩也在府上叨扰 特命我来拜会 感谢冷老爷和冷少爷 这是紫晴特地带来的礼盒 能老爷 爹 爹 孩儿这次把黄姑娘请来 是有一事向大家说明 轩儿 可否将玉佩借我 可否将这玉佩的来历 说与爹爹听 这个玉佩本就是姐姐的 是我离开玉水前 姐姐留给我的念想 我一直很珍惜就待在身边了 孩儿正是通过这块玉佩查到 当年妹妹被人拐慢 流落到玉水 是被黄老爷收养了 孩儿的亲妹妹 正是子萱的姐姐 黄子琪 原来这里竟是我家 难怪我刚才走进来的时候 觉得那么熟悉 冷老爷 是我爹 还叫冷老爷 还叫冷老爷 叫爹 爹 爹 纵儿 我纵儿回来了 爹 我纵儿回来了呀 爹 这么重要的事 你怎么不跟我说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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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老爷要续邪 宗王生气了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这个呆头呆脑 心无点磨的花瓶是谁啊 姐姐 这位是向小王爷 此女子言语无状 药祖 她是不是来你家 打秋风的穷亲戚啊 你 这是我亲妹妹 浪光宗 什么什么 全乱套了 她是宗啊 她是谁啊 怎么样 正不正啊 呃 再往左点 别走 不要走 别走 第一拳 你抢走我的子轩 第二句 你和子萱把我耍得团团去 说 你是不是早就盯上人家小姑娘了 才来阻挡我和子萱的姻缘 没有的事 再说 萱儿好像从未属异过你 你的姻缘自在别处 你的宗儿难 你少跟我说 你那个比你还毒舌冷血的亲妹 我告诉你 等你婚礼结束 我就去你们冷家退亲 我并没有说 你的姻缘是我的妹妹 我是说 我的妹妹就在你的身后 你大可以向她说明 退亲 我求之不得 不用等我哥婚礼结束 现在就去找父母说清楚 母老虎 你别跟我来 你 你说谁是母老虎 给我站住 这也是母 wife 是母主 哎呀 我在肚子出移 给你带她 赵哥哥 哎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相公 之前都是我签各种协约 现在轮到你了 不着急 为了庆祝平民房 荣登副骨丝排行榜榜首 我们夫妇二人呢 给大家准备的这次 酬兵大活动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庆祝皇 好 一起 包红包啦 每个人都有 来 来 都有都有 谢谢大家 给你 来 谢谢支持 大家都有 都有都有 来 给你 来 多谢 谢谢大家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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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人干嘛欺负你 你欺你怎么了 我 走 走 满眼繁华赴个香 似顾奔忙赞银凉 所以解释和宝香 低价又肥肠 满眼七月交换心痒痒 讨价还价才更淡凤凰 把面玲珑惹来生一场 成真日上好景象 君莫把我轻看才知落余盘 千斤手买善良都不买仗 谁说我敌非要对良人暗算 争执如我不准学捣乱 君一鸣我放心我许来试探 赴你动身再起销量反反 初恋冰河登顶 伏不死榜单 细时就双尘尘